模特兒跟平常人的差別在這裡 可是當他戴到日常的時候 就會讓我們一般人看起來覺得說 不是很自然 所以它是一個很吊詭的一個事情 對 你有過這樣的經驗嗎 就比如說 我們如果躺在床上 如果這是我的腳板 這是我的腳板 那大家不是都放鬆嗎 大家忍不住會這樣 壓腳板 就像家綺 對 她會這樣壓腳板 哦 對 對 我們這馬上是不會這樣做的 對 那就是想要讓自己看起來修長一點 那是因應我們工作的需求 可是他放到生活裡面的時候 大家會覺得 有點做作這樣 是不是有一位 也是非常非常有名的台灣的名模 就是看到他演古裝片的時候 好像有不自覺壓腳板的一個動作 其實他變成他日常裡面 不自覺的一個經驗 拿不掉的東西 真的會拿不掉 所以當你轉入戲劇的時候 你有沒有這個過程對你來說 變成一個複數 就是變成你在演戲的時候 你沒有辦法演出那個日常 我就要先把這些附加在我身上 我這些那個模特兒魂 已經磕在我的骨子裡了 就我會講說如果 模特兒這條路走得越深越長 你到演員那條路你要走得更久更遠 所以我這條路走得真的有點久 交叉 那這個東西它如果已經長在你身上20年了 就會真的很難拿掉 是 所以這是一個很有意思的 就是你的專業變成了一種日常 當你要再進入另外一個專業的時候 你還要花很多的工夫 好像要再把它洗掉 家綺 22年嗎 223年 對 23年 大家對於這一個美麗的行業這麼嚮往 但是美麗人生 就是真正它內在美麗 有付出非常多的汗水 在今天的故事裡面 家綺 一開始你曾經有選擇到日本去發展過 你們兩位都有對不對 狀況不太一樣 我那個時候 只是因為我覺得我在台灣的發展 已經差不多是這樣子 我想要找可以讓我自己 再變得不一樣的可能性 所以我就去了日本去闖闖看 然後我就去各家經驗公司拜訪 那他們給我的說法就是說 你必須要在這裡待一段時間才有辦法 這個是一個說法啦 但其實我感覺到的是 他們對我並沒有太大的興趣 回來之後呢 我們公司後來就真的跟一些 日本經驗公司合作了 然後公司有幾位模特兒 在那裡發展得很好 上架其實是其中一種 是托學姐的服務 因為她起了這個頭 哈哈哈哈